2012年度导演协会表彰大会 22日晚在京揭晓了年度影片 年度导演 年度男演员 年度女演员 年度编剧和年度青年导演 六项提名名单 1942六项提名领袍 张国立和李雪剑双双入为年度男演员的提名名单 太久获五项提名 徐征和王宝强入为年度演员 徐征同时入为了年度男演员和年度导演 两项重要奖项 除太久和1942以外 搜索获得了年度影片提名 但陈凯歌却错失了年度导演提名 被问到太久12.6亿的超高票房时 陈凯歌表示 票房高并不能改变一切 只能说明确实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同而已 2012年 太久的大热开创了一个喜剧片的时代 12.6亿的高票房代表了观众们 对于徐征导演功力的认可 徐征新进入选导演协会 太久更获五项提名 足可见在专业方面 徐征也已有所建树 尽管口碑票房双丰收 但老前辈陈凯歌的敲打 徐征还是虚心接受的好 优酷娱乐播报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